牌的短,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Discount,對不對? 我們要給Discount,對不對? 那要怎麼Discount? 後來是這樣 我們去考慮這樣子的事情 這個,這個,這個 畫一個大部分 我們要Discount A要送到B,注意AB不是鄰居喔 AB中間差一個HAB,好不好 A要送點B,中間一定 它中間relay點在這一塊裡面,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它relay一定要在這一塊裡面 好,所以呢 我 因為我不是選的那個 我的single half range的定義是最遠的點 對不對 我的定義是最遠的點 所以呢 我昨天選的是那個點可以把它放在比較 因為最遠的點是比較靠近一邊 對不對 當然它不可能 它不太會直接貼在一個外面 但是它可能會比較高一些 對不對 比較高一些 比較靠近上面 這樣講 比較靠近上面 比較靠近上面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為什麼這樣講 是因為說我的SHR的定義是選最遠的點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兩個點的真實的距離呢 應該是 這個SHR 這是S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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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 跟這個距離 要經過這個比斯康 來得到這個對不對 對不對 OK 好 那是要怎麼樣 我們現在知道說那個 我們知道這個區域 這個位置 知道這個位置 我們是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區域的大小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區域的大小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區域的大小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區域是蠻簡單的 對不對 這個區域蠻簡單的 然後呢 OK 它同時間也可以利用這個 它的點的密度來 對不對 點的密度來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舉個例子來講 A就是它有 它的密度是十個 十個點 它十個點 十個一區 對不對 那我現在 這個 裡面 OK 是不是理論知道要分佈十個點 對不對 理論知道要分佈十個點 然後呢 我去看說 這個 A跟B它交結的 這中間的這個 這中間結果套起 是不是可以 在我經過訊息交換 可以算出來 我這樣 可以得到 A跟B經過訊息交換 可以得到 我共同的聯修集 在這個院 對不對 然後 藉由我這邊的那個 這個 我說可以圖出來 這個 這個大小 大概比較大的 對不對 因為十個 那種的 大概是跟它的這個 反應 圓圈圈圈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跟它的這個圓圈一樣 那這個應該要 這個比例應該要 多多這個裡面是三個點 好了 那我可以算出來 是不是 A大概是 大概是 怎麼大 對不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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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是 十分 十分之三 跟這個 這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大小 對不對 好 這個 用這樣子 跟 用這樣子 出來了 它裡面這樣應該要長 對不對 然後你又把這兩個 這兩個把它 把它連起來 你可以算出來 這個 這個角度 OK 分數到這個角度是多少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做一次 你當然說 欸 這個角度不是 不是 這個 不是 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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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到這個點 這個 其實是到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焦的這個點 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們都很近 OK 所以我這邊是 跟我們說 它們 就是說 假設它們是接近 阿法 跟阿法 是到這個 最有這個點 這個 這個角度 那 是到這個兩個圈圈圈相交 有的 OK 這兩個當然 阿法 跟 是 FET 講好說 它是稍微大一些 OK 但是 因為我已經選 所以 這樣子來做 我可以解出來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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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T OK 那利用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解出來 這個 要Discount的那個 那個 那個角度 然後呢 這個 這是第一種做法 這個 No more node 1 可以 傳過APC No more 這個 這個是做那個 Reviation 做Reviation 對 我現在就 我可以把那個 結論 經由這樣做 大概 你解決 看一下 就是 我們叫我們這個 SCS 其實我記得後來 在做配合之後 好像 美國不然都不一樣 對 對 你跟他 大概是這樣子 MF 大概是這樣 這個是那個 這個 Astimation Error OK 那你會看出來說 其實MF 雖然講起來 理論上是對的 但是事實上 它出來的結果 其實沒有DbHop OK 那 SCS 其實我們做出來的 Error 比那個 DbHop還 OK 然後這邊的話 是這個 這是 Error 就是 這兩個都是 Anchor 擺根 這個是 這個是 這是 Normal 這個是 Average Distance Affirmation Error 我們現在這個是有 Node density 就是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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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e density OK 不管Node density 就是死 沒有死 都比較好 比較好 那 我完全 你記得 是 這個是 Average Distance Error OK 然後 按照 Normal OK 這個 C上 大概就是 OK Aber 然後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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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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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angulation 只用 Transgulation來做 然後 我們是 紅色 OK 我後來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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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效果會在好一些線上 Anchor的數量很增長 Anchor的數量增長就變高 從1%到10% 我們在這邊 然後下面這一條是 像是這個SCS ORIGINAL S4S在這邊 然後其他的像DVHUB或EMS DVHUB可以在上面 在上面 DVHUB可以在上面 就是如果用80的TRAW 跟原始的TRAW 分成這樣不一樣 這邊是AVANGE 然後這個是MEDISCORS 是NODISCORS 就是MEDISC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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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所以 這邊的話 我想 OVERHEAD的話 我是沒有多些文字 大概三個文字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那 Peg如果放在那個 COLF WORK SIDE裡面 然後 然後 這邊有一個很好 很有意思的問題 下面 我問問一下同學 OK 這個問題 到時候 有可能會拿來 請問到 問同學 就是MEDISC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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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們攻擊DVHUB 是說 你DVHUB沒有考慮 Local Density 對不對 對 按照你看 DVHUB這樣算法 他沒有考慮Local Density 改不起來 他們那個HUB 那個SHR 基本上 看起來都好像 跟Local Density 好像沒有關係 那 我問同學一下 那 其實DVHUB 它的Local Density 其實 至少 就於 simulation的結果 而論 它其實是 它的simulation 它做出來是比較好的 它其實比MEDISCORS 還好 我們是比較好的 我們是一開始就 就是 我們的approach 跟人家不一樣 對 但是Local Density 其實 跟MEDISCORS 是很階級的東西 那MEDISCORS 那結果我們的 什麼樣的結果 什麼 MEDISCORS 其實配音一定比較好 事實上 你跟我去看 比較細的結果 你應該要看 這個部分 應該 看 其實 我現在看 這裡 是 夠人 來 這裡 那 我們 看到 說 我們 每一種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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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nport还是比较坏,DbHub,或者我们讲的Equid UR,都非常非常接近 但都比Avenport超多,也就是说DbHub其实有考虑到Local的Mode在这里 那我问你,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DbHub的作者,我是森林这边Paper的人 我跟你讲说,你的Paper没有考虑Local的Mode在这里,你要怎样推荐? 懂我的意思吗? 其实他的答案是,他其实有考虑Local的Mode在这里 只不过他没有在他的Paper上面 就是他的做法看起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事实上他是什么? 但是他在里面的考虑,我请你回去下一个概括的问题 那这个是,那个,就是,就是,Range-based and range-free 就是一个,那个,那个,定位 到底会同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再休息一个五分钟 回来我们再讲,最后一个那个,那个,那个定位相关的分析 就是我们来讲的,我们来讲的探索 在这里累積下 感谢观看